喇摩本世世佳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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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佛誕節 法古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於5月18、19一連兩天 舉辦朝山玉佛李觀音 共有超過1500位民眾 自各地前來參與朝山玉佛 眾人沿著靈溪朝山步道 藥師古佛徽歡步道 法華公園朝山步道 以堅定願心三步一拜 場面莊嚴動人 首日第一場的玉佛法會 由法古山曾茄大學副院長長寬法師煮法 帶領與會民眾在莊嚴和諧的範拜身中 逐一手持香湯為西達多太子像灌木 法古山也安排茶禪體驗 帶領民眾藉由禪修心法專注當下 感受心靈寧靜 盡情放出了很多很舒服還有很感人的 很難得可以一起共受一下玉佛 所以非常感人 剛剛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還蠻浮躁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心 慢慢壓在我每一個動作上 中途之後我就用忏悔的心 然後就慢慢的心就越來越暗定 就很享受這個法古山的周邊的環境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其實可以讓你慢慢的放鬆身心 所以本身我會很建議家人過來 法古山鼓勵民眾把握佛誕節慶 清零與佛法會 並前往各地分析院向法師請益佛法 學習簡化煩惱 淨化心靈的幸福秘方